好,我是星島中文電台的龍仔 是,龍仔,剛才June也打了來 是的,我知道,我們去了對面 我們大概還有十秒鐘我們開始節目了 十秒?OK,十秒,OK,好,OK 因為來到星期五,這個時間都比11點半的時候 來到週末吃碗面的時候 除了我龍仔之外,還有June在 June 早晨早晨,午安午安 現在究竟叫早晨好還是午安好 午安我通常12點才叫 那早晨吧 那早晨吧 那除了我和你之外 當然當然是有一個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趙博士 這個時間我們先請了趙博士出來 趙博士,午安 是的,午安 我這邊東岸就午安了 Hello龍仔,HelloJune 午安,是的 我和June會說早晨 趙博士,今個星期我們會說一些 關於食物的什麼呢? 你們不是發了一些東西給我嗎? 就說有些人問米要不要洗 還有要不要浸呢? 其實就是想帶起這個 為什麼要洗米和浸呢? 因為有黃曲霉素 這個英文就叫做Aflotoxin 但Aflotoxin不是只有一種 有很多種的Fungaltoxin 黃曲霉素Aflotoxin是最出名的 但是還有Aflotoxin 還有很多Mycotoxin 就是一些毒素 你平時問西醫 在西藥方面就不用讀的 不用讀這些東西 但是獸醫反而要知道 獸醫很清楚 在動物裡面通常會搞到他們 食物有事 接著就會有Cancer 不舒服等等 人類也有同一個問題 所以我列出了這些問題 在我Facebook上 放了出來 這裡十分鐘內 為什麼要說要浸和洗 因為這是你日後最重要的方法 去拿走這些問題 其實除了在米裡面 上個星期說過黃豆和粟米 但是因為黃豆和粟米 為什麼更加有問題 因為它本身就會令人腫起來 黃豆也同一時間 有些女士的荷爾蒙會影響它 看它在哪一個時間 就是更年期前還是後 都會影響它的 你不要想著 之後吃它就沒有東西 之後吃它也有東西 只不過它負面的影響 是不同的影響 但是這個米就沒有這個問題 米可能吃得多 可能人會肥 這些東西聽過 但是它不會令到你有inflammation inflammation 即是身體腫起來 風濕又會痛些 肩膀會痛些 不舒服就更加不舒服 米沒有這個問題 但粟米和黃豆就有這個問題 但是米仍然都有黃曲梅素 還有什麼有黃曲梅素呢 就是wheat barley 乳米 提子 咖啡 甚至有些 有些我們平時的 辣椒來調味料 都會有的 因為基本上 在那個環境裡面 就會有這些機會 如果你洗了些米 去掉些水 那已經是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能夠可以發芽 浸一浸它 不是發芽 好像芽菜那樣發出來 因為這樣就會帶苦味 你浸了它 即是隔晚浸了它 它就會多了一個機會飽滿 而飽滿的過程裡面 你要清洗三次 上次都說過 紅豆也是這樣 清洗三次 而最後那次 放兩湯匙的蘋果醋 有些人會問 可不可以用普通醋 普通醋也可以 不過蘋果醋你不用得多 那麼蘋果醋就會更加順一點 變成放進口裡 如果不是有時候 那些醋 你是LAP的醋 或者你不知道什麼牌子 你不說牌子 那你就變成多了機會 而蘋果醋 你知道是 平時都是一個 漂亮一點的醋 放進口裡 就會多了機會安全 那麼這個黃曲梅素 洗米是很重要 因為現在已經證實了 是我們的食物 越來越多黃曲梅素 越來越多 因為嘗試在 譬如你們應該有說的 就是打仗的危險 疫情的問題 那樣東西都在 supply chain 食物鏈裡面 都可以退去後面 等久了 那你要不要 你不要有別人 有十幾個人 排隊要的米 所以變成了 你記得了 就是要洗 要洗 還有要最後的過程 第三次 就是放蘋果醋 另外有一個題目 我就問 就是那個 洋蔥膠 首先它在做什麼呢 就會令到手暖腳暖 還有去到內臟的位置 會令到那些血 更加去到內臟 即是去得遠一點 這樣 大腸也是 有時候你 真的 你想著 我運動就可以了 去不到那些位置 或者你冬天 翻風的時候 手動腳動 很容易的 那你可以怎樣做 就是這個洋蔥膠 你可以煮完之後 製造冰 放在冰櫃裡 平時煮其他湯 譬如黑雞湯 你可以放三四粒的洋蔥膠 冰下去 那究竟怎樣做這個洋蔥膠 知道它的功效 又知道它有什麼用途 怎樣弄它 首先就是拿洋蔥 跟蘋果膠一樣 拿洋蔥切粒 然後就在鍋裡炒至熱了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完全不理 就這樣放進去 在鍋裡煮它 但是有時候這樣 你下水就會過多 為什麼因為洋蔥會出水 還有就是洋蔥 在白洋蔥裡面 才有這個最多的膠質 這個洋蔥膠 是最多的 有9-11% 但是如果你用 黃洋蔥、紅洋蔥 那你就要多用很多洋蔥 因為它本身 少很多膠質 這些是重點來的 那好了 為什麼要放進鍋裡煎炒 因為可以放少許水 而水份 應該剛剛蓋著它 但是因為洋蔥很不同 蘋果 它出水又不快 那變成了你就要等了 那你等到那些洋蔥出了水 在鍋裡 那你再放進鍋裡 再加水 你就不會加太多水 好了 做了這件事之後 煮了大概 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看不同的高度 有些人住在山上 也不同 山下面也不同 但是整體來說 兩個小時 煮完之後 就放進起起司鍋 隔離 隔離了 那些水 那些水 就叫做未結膠的水 去了渣 渣 渣可以來吃其他用途 但是剩下的水 隔離 慢慢千萬不要按它 隔離了 隔離了之後 你就可以拿那些水 再翻煲 翻煲90分鐘 就會變成洋蔥膠 那多少洋蔥呢 我們通常計算的數 就是你做夠的 就要差不多20個洋蔥 20個洋蔥 切掉了 有些人就試過用攪灌機 但是當你攪灌機的攪灌機 是會影響它的維他命 和它的質感 所以最好就不要攪 切粒就說切 不要去壓它 攪它 那和蘋果的膠 都是差不多這樣做法 只不過蘋果呢 你一煲它 它就會出來了 不是洋蔥這樣一層層皮 這樣就有點麻煩了 所以呢洋蔥膠呢 就是這樣製造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加這個 這個叫做 pepper corn 還有要用綠色的pepper corn 洋蔥也要用有機的洋蔥呢 因為它在地上生長 如果在地上生長 很多時候的農藥 很多東西就進入洋蔥裡面 所以既然我們在製造這東西 來調身體呢 我們就想用一些東西 少了機會 有些不好的在裡面 所以用白洋蔥的 有機白洋蔥 20隻來做這東西 之後呢 就是為什麼要加這個 黑胡椒 或者赤綠色的胡椒呢 有機的 還有薑呢 就是因為 薑加兩片薑 那個黑胡椒呢 大概20克左右 其實跟那個蘋果膠 加丁香也是一樣的方法 就是那個丁香 就是20克左右 那又是隔晚浸 你可以浸在熱水裡面 然後隔了一晚之後 抽了那些水之後 隔走了那些渣 就是那些丁香 在那個蘋果膠 或者在這個Case裡面 那些Green Peppercorn 或者黑色的胡椒 隔走了它 隔走了之後 剩下那些水呢 你就加下去 那個洋蔥膠 我說第二次煮滾 煮90分鐘 第二次的90分鐘時候 加進去裡面呢 它一直結膠 它就可以跟另外那些胡椒 在裡面 那喝下去呢 就很暖的了 那人很暖的 兩片薑 又是浸著 和胡椒一起浸著 那就可以做 但是到最後 當你去結膠 即是製造 由prepactin 變成pactin 記得了 裡面的水 是不可以含有其他東西 不可以有渣 不可以有片薑裡面 又不可以有黑胡椒裡面 那些全部做好了隔 是水煮水的 然後就煮90分鐘 濃縮了它之後 那些就是 那不用結的 它已經有 那些膠在裡面 我們做一個水性的pactin liquified pectin 嗯 好了 有位聽眾 他就想問 黃谷黃素 加熱 是否可以殺死了它呢 沒錯了 加熱呢 是會令到它少了 但是問題是 現在就是很多品種 那又有Aflatoxin 又有Ocratoxin 又叫做Tricothussin 還有Zirinthinol 還有Fumonisin 這麼多種不同的品種 你最好就是 就是洗了它去去去 和同一時間你發芽嘛 那你能夠用了這種方法 你令到這些營養多了 因為一粒種子 當它發芽 不是發出來 發的 飽滿了那個 營養價值就高了 那同一時間 你去到那些黃曲霉素 同一時間你再煮它 所以 吃生食的很多東西 生食就是非常之危險 因為不只是它 有些人說 生食才有維他命 但是同一時間 就多了一些黃曲霉素 在裡面 黃曲霉素 好 謝謝趙博士 剛剛有位聽眾 他也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他問趙博士 整天吃的那些物片 就是屋苗 是否需要先洗 然後再去煮它 這個Oat 又是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 為何我把這些文章都放出來 就是Oat Oat 和Aflatoxin 又是一個影響很多動物裡面 這個是很多文章 所以 你洗 煮 剛才說洗和煮 混合會更好 但現在多了 多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這個 洗過程 如果吃了之後會怎樣呢 吃了之後那個 那個傷肝的問題 就大了 大之後 那你下一次 要用肝 譬如當你要接觸一些西藥 接觸一些東西 都肝完只剩七成功力 好了 接著你吃的西藥要用三成 那七減三 你打算還有四成功力 不是這樣行的 當你七 只剩七成功力 再要減三成功力 之後 就剩一成功力 是的 但是還有很多年 要走的 人生 變成傷了之後 所以剛才說的那些菊 那些藥 雖然我剛才說先說 但藥 藥也是一個很多 很多污染 在Aflatoxin裡面 好 謝謝趙博士 今天為我們解答了這麼多的問題 再說多一件事 如果你要選擇麥皮 選擇哪種會較少呢 那扁的那些麥皮 是不是很多 一塊塊那些 是不是多了 叫做Surface Area 多了面層呢 如果能夠選擇 Steel Cut 就會好了 因為它少了Surface Area 所以更加健康 和少一些機會 都應該要洗和浸 做那個方法 但是呢 你選擇它不同的 到底是怎樣 是扁還是圓的 麥皮 或者是麥皮粒 這已經很影響 你那個loading 那個input 有多少Aflatoxin 好 大家記住了 謝謝趙博士 今天的節目時間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下個星期再見 OK 拜拜 拜拜 因為我們有個vFacebook連結 就轉發給你 那你就可以自己加趙博士 看一下趙博士的資料 好嗎 這個時間呢 我們當然是講一下這些餐館 對吧 餐館來說 我们下期再见